至于这些人士透露称 王宝强宋哲马荣案件有了新进展 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刑拘的事案人员除宋哲 还有另外三人 全部都是王宝强公司的工作人员 有一人是宋哲的亲戚 之后王宝强核查公司账目 发现有一笔50万的收入 之前被宋哲转到他的一位亲戚银行户头上 之前人士透露 这起案件警方目前已传讯了将近20人 马荣被四次传讯 提醒宋哲目前被认定涉嫌职务侵占 和挪用王宝强公司资金高达400多万元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宋哲和马荣在美国购房 购物以及出国旅游的花销 宋哲都推到了马荣身上 同时据调查有证据表明 宋哲在一段时间内开房两把鱼刺 开房对象涉及11名女性 其中包括几位无名女演员 据知名人士称 主要是因为马荣和王宝强的夫妻关系 难而认定马荣涉嫌职务侵占 不过目前王宝强正准备以婚内转移财产为名 对马荣提起诉讼 据媒体报道 在离婚案开庭申理中 马荣通过律师向法庭表示 他拒绝离婚 称自己和王宝强还有感情 据知询人士证实了媒体的报道 据知询人士证实 王宝强是无意中发现了 马荣和宋哲之间的事情 之前有人想他痛过疯 他不愿相信 某天马荣把私下和宋哲联系的手机 落在家里充电 被王宝强无意发现 自己和老婆竟然和宋哲以夫妻相称 除了手机微信外 王宝强并没有马荣和宋哲通签的直接证据 但宋哲妻子却有自己丈夫和马荣的相关视频 并提供给了王宝强